無幻無路的 你去啊 只要乎你聽 那其實這首歌呢 是我的第一首台語的創作單曲 那這首歌主要想要 寫的方向是寫給我的爸爸 我爸爸在七年前的時候離開了 然後因為 爸爸算是我的唱歌的期末 因為小時候很喜歡跟爸爸在家裡唱歌 會唱台語歌也是因為他 其實很多首爸爸愛的台語歌 也都是我從小 就是人家小時候都是聽一些兒歌啊 但我小時候都是聽他的台語老歌長大 對 就是這樣耳濡目染的環境下 然後就很喜歡台語歌 因為也 因為七年了嘛 因為爸爸的離開也是很突然 就是他是生病離開了 也是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過一年多的時候就離開了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離鄉 就是高中也離開家裡 大學離開家裡 其實待在家裡的時間 跟他們相處的時間沒有到很多 都是連假才有回去 那主要這首歌是在表達 我回想我們以前在一起的很點滴的日常生活 對 就是很想要把這些美好的記憶 用歌曲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 而且是用台語歌來呈現 其實到近幾年比較 敢勇敢去回想我們在一起的那些點滴 因為真的離開得比較突然 所以很害怕去想念 因為可能想到都是 就覺得很多很多的遺憾 然後很多很多來不及 能夠為他做的事情 因為當 我還是小孩的時候 我只能 我只能夠一直接受他給我的愛 我卻沒有能力 我能做的就是陪伴他 但是 我做的陪伴卻很少很少 因為讀書的關係 然後不住在家裡 當我有能力去為他付出一點的時候 就是他已經不在了 然後在 在 今年年初 想要有這個念頭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過程蠻順利的 因為可能前幾年有想要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情緒上沒有辦法的去 很想 很穩定的去想 喔我們一起 然後就會 覺得 好 或許現在這個階段 我好像 不適合 好像不適合耶 我不想要把這首歌做得很 就是很悲啊 或者是 人家聽了就會很難過 我想要 我的出發點是 我想要這首歌是很溫暖的 然後我們能夠去 揮想起 小時候共同的那些美好回憶 所以 在這個創作過程中是很自我療癒的 當我回想那時候 我不會再那麼的難過 然後我反而是很 很開心的去 紀錄這一切 那時候跟後台在 敲時間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還有哪個時間呢 我差不多十月 十月初的時候問 然後他就說 喔還剩下十二月二十四 我就 哇 這日子也太好了吧 我就很傻傻說 那 我決定了 那我要在這一天 然後後來很多人就跟我說 什麼一半在 十月二十四 大家都會過節 平常可能就是 大家已經敲定好說 可能二十二五啊 就去 別的縣市啊 這算是一個很大的節日 我說你應該要選擇一個 嗯 嗯 平反的六日 我說沒關係啦 我說沒關係啦 就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我之後知道了 我不會再犯 就是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節日 對 就未來如果自己強大的話 我才有這個勇氣敢選這個日子 對